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稍微介绍一下 什么是元素跟化合物 那这个也是国小 就其实国小高年级 或国中一年级 就有讲到这个东西 所有的物质呢 我们把它分成元素物质 跟化合物物质 那什么叫元素物质呢 就是这种物质呢 它是由一种元素堆积起来的 譬如什么呢 譬如固态的这个细 固体的细 它是一颗一颗的细原子 各位看一下周期表 细呢在这个地方 14是不是在这里 然后你后面看得到吗 勉强啊 可以看一下这个细呢 它是14嘛 对不对 但是这个是细 然后它的符号是SI 有没有 在这个地方SI嘛 所以呢 这是一个细原子 这是一个细原子 然后这个细原子呢 产生化学键 一颗一颗细原子排列出来 就会变成固体的细 这个就是所谓的细晶元 这样可以吗 不是晶元的话 它可能就是粉末状 粉末 所以这就是细的粉末 重点它是元素 而且它是固体 这样可以吗 那元素 有没有液体呢 还记不记得Hg是什么 水银的 不要跟我说 你这辈子没看过 因为什么呢 因为在国中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理 就是一大气压 是等于76公分的水银柱 大家记得吗 那个时候就有写过Hg就是孔嘛 水银 这就是水银 这样可以吗 它是液体哦 液体 但是它是元素物质 因为它是只有一种原子组成 这样可以吗 那第三个是这个 这个AR呢 你去看周期表在这个地方 它叫做亚气 它是一种气体 亚原子呢 一颗一颗 那因为它是气体 所以到处乱飞嘛 那我们通常用一个钢瓶 把它转 把这个亚气体装进去 这样可以吗 所以它是元素 但是它是什么 气体 到这边可以吗 很难吗 还好啦 那我们来看什么是化合物 化合物的定义就是 两种以上的原子 间接形成分子 这个分子就叫化合物 然后在分子堆积起来 形成这个化合物物质 所以最有名的呢 固体里面最有名的就是生化化 这个生化化 这个符号你可能不熟 没关系 它就是某一种原子 你去看周期表 好不好 这个是加原子 这个是生原子 所以这两个原子 是不是就变成一个分子 然后这个分子 跟另外一个分子 在间接起来 就会变成一个固体 它是生化加 你可能会好奇说 这个东西看起来 怎么跟细差不多 那是因为肉眼 看不出它的差别 你如果用仪器去分析 你就会发现 它的原子是不一样 组成不一样 可以吗 好 那液体的分子呢 最有名的就是这个 这是什么 水嘛 H2O 对不对 所以呢 这就是这个东西 你去分析它的原子 它就是一颗氧跟两颗氢 间接起来 这个水分子 然后把它堆积起来 就是一杯水 那这个呢 气体对不对 可是它是什么 二氧化碳 什么是二氧化碳 一个碳 两个氧 间接起来 这边二氧化碳 那一样 它是气体 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个东西 灌到这个钢瓶里面 有没有 所以呢 这三种呢 就是所谓的化合物物质 好 有没有问题 act BO 2 1 4 M